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突然周杰伦啊 I don't know 你是不是喜欢蛋头 这个为什么会导引到那边呢 我就问你 而且实际播出的时候已经退烧非常久了 很老的话题 马克信箱大家在听的时候 他就是不断的在触发我们的想法 想说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有时候你听podcast听到 其实是两年前再加两个礼拜的事情 然后你听YouTube时候 其实差不多是两三个礼拜前的事情 欢迎来到本周的马克信箱 我是马力 嗨你好我是马克 马克信箱十分钟呢 大部分活的是比较新的来信 所以就看谁幸运被抽起来了 是的是的 然后呢我们很开心的在 圣诞节的时候去了台中一趟 为我们加了一些台中中台湾的粉丝朋友们 非常非常感谢 非常非常感谢 希望呢我们中台湾的粉丝朋友 可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我是鲁西 要说我求婚后求备婚礼的故事 我没有做功课就跑去逛婚纱展了 我就想说婚纱展应该可以捞到好货 但在那边我就是肥羊 我被洗脑下定就是台北中山北路不是婚纱一条街吗 一间传统的婚纱店 内容有包套拍婚纱跟喜宴当天的衣服 但事后发现根本就没有展场上讲的优惠 什么都开始要加钱 然后负品一大堆礼服也都破破旧旧的 明明是一生一次的大事 但我整个过程都战战兢兢我都很怕再次上当受骗 最后跟老公决定及时好我们要断舍离 我们就停在拍完婚纱照直写好了 虽然赔钱心里不愉快 可是能用钱解决的应该就不是什么大事 所以提醒大家要准备结婚的新人 你不能不做功课就去婚纱展 那记得逛婚纱展之类的展览是有七天鉴赏期的 你自己走进婚纱店是没有七天鉴赏的 所以你是可以在七天内反悔退款的 就这样就是开始联络各个厂商啊 拍照啊 试带婚戒啊 找新秘啊 适中试到快疯掉 洗饼吃到兔 礼服穿到累 轻轻的是我没有任何仪式 对控制狂的我来说是一大福音 但一直到五月份疫情大爆发 我原本预定的饭店被整成防疫旅馆了 最后我干脆 我就直接找不可能变成防疫旅馆的原山大饭店 并且在十月底搭上解封第一班车 顺利完成人生大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婚礼的花费好了 十三桌 纯宴客 饭店花了三十万 洗饼花了十万 男女方都发病 婚纱花了七万 婚戒花了六万 婚社婚禄新秘六万 其他杂项十一万 一共是多少 三十十七六 四十四七 五三五九 七十万 还行啦 还行啦 反正最后的成果很好 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祝福你们赶快破十万订阅 付上五十元 在上个礼拜的好味小姐加值过 当然现在我是用预言家的身份讲了 我是猜想啊 你汗跳预言家 我那天硬看了两集凹屋狼人杀 因为好像就是有时候你会突然被一些影片 就是他们做精华版打到 就是比如说这一场谁真的是玩得太精彩了 或是那个逻辑之棒 就是看的时候观众会看得很过瘾 我就想说到底有多过瘾 可是我就忘了就是他们玩的狼人杀 跟我们以前在电台玩的狼人杀 已经是完全不同档次的东西了 然后他们每一场都会有那一场的玩法 就是有什么角色没什么角色 这个角色可能有做更动 就是我光是听那个规则 就听得一塌糊涂 所以就是玩的过程当中 我光是要理解游戏都没有办法 就完全没有办法体会到什么 他们的逻辑超好 因为我根本就是没有进去 就是规则都还不了解的话 就没有办法玩游戏 太难了对我来说 就像你要结婚 然后你要拍婚纱婚社这一些东西 你也是要规则自己先了解好 不要直接跳进那个游戏场 在那个婚纱展就变肥羊被宰 但你大胆预言 我大胆预言 在小位小姐 好位好位 好位小姐的合作影片 好位变小位 在好位小姐的合作影片上了之后 因为好位小姐的频道订阅者 我觉得都跟我们一样是非常有爱心的人 我觉得在YouTube上面 你看那个下面那些留言 有些频道下面就是有很多酸民 很凶 对那有些频道 譬如说像 DuduMan啊 好位小姐啊 他们里面就是 哦这是一面的这个新兴向荣跟正能量 对我相信 他们一定会帮助马克信箱订阅 过10万 我们现在应该是在等奖牌的路上 再次感谢好位小姐 好位小姐的团队 以及好位小姐的观众朋友们 因为有你们的帮助 让上班可以听马克信箱频道 终于突破了10万订阅 也要感谢一直有来支持的马克信箱的你们 太感谢啦 太感谢啦 我是最近刘海剪坏 像一片海苔的一片海苔 今天是圣诞节 等等就要出发去 秦美跟你们见面了 好兴奋啊 因为将会是第一次见到本人 也期待在人群中捕捉到 卡提亚苏苏老师 希望能和你们合照 牵马力成为我最棒的圣诞礼物 谢谢马克信箱带给我无数的欢笑 常在办公室憋笑的发抖 马性不能亡 简语也不能亡 最后想要跟今天一起来 秦美也是点译我的同事说 希望你们能携手一一克服难关 最后获得家人的祝福 如果你们要私奔 我也是不反对的啦 希望所有人都天天开心 赚大钱身体健康 爱你们斗内几八颗 一片海苔 谢谢你哟 我是台中的Pinky 因为我太喜欢越老的Pinky 所以我叫Pinky 我今天要说的是 我成为讨厌的那个他了 什么意思 我讨厌的他是我的高中同学爱丽丝 她跟我一样是天蝎女 可是我们完全找不到相同的电波频率 我还想说我们两个应该可以做好朋友吧 后来我只觉得爱丽丝很可怕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背后同我好多次都抹黑我 说的话 把我没说了说有说等等之类的 那些都是我到高中生涯 接近尾声才知道 我也才知道 原来当初那些同学 不太跟我讲话是因为这样 但他说的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可是心中的八却引导我成为了他 他曾经说过我心机很重 其他人都没感觉 爱丽丝觉得你会抢朋友啦 幼苗已经在我心里发芽了 现在我正在霸占三人小圈当中的某人 只跟某方好不算抢朋友吧 现在我大三 就是刚刚说的面临到在朋友群 跟小组中取得平衡的题目 在课堂中我们的小组做不好 负责人被大家骂 当中包括了我 我会跟组外同学一起评论 那个负责人做不好的地方 对组员们装没事 然后大家都好朋友 有事好包容 哇他们的人有BCDL 这个太复杂了吧 反正你知道同学们就是彼此 就是我见面我们批评他 又批评他 批评他等等之类的 我就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我已经成为百分之三十三的爱丽丝了 这样不好呢 这样会白痕 这样如果其中有一个要搞你 就死定了 如果真正要当一个心机重的人 你是不可以有留这种把柄 在别人手上的 你离心机重还很远 你是很 你是很浅的 中间你跟另外一个朋友之间的心理的纠葛来来去去我就直接跳过了 反正他就是意识到自己觉得跟他当初讨厌的爱丽丝越来越像 33%又再加上33%等等之类的 那这样不就是66.7% 然后最后又加上33% 那不就百分之百了 因为他就觉得当初那个爱丽丝是一个很会做表面的人 每个人都是亲爱的 亲爱的 亲爱的 但你背后怎么批评人家都不知道 但现在呢我也是会觉得 马上让我想要某个同事啊 亲爱的 那现在的我就算觉得恶心 我也是会维持跟一些人很假面的关系 所以我就跟爱丽丝越来越相像 我成为了我讨厌的她 我更讨厌自己 巴不得自己消失 我也尝试少抱怨多用肚里吞 多去看别人的优点吧 可是难道我天心爱记仇吗 我就是只记住她不好的部分 不是啊 这个 是你一直让你的心智去控制你吧 你觉得不开心的地方 你就一直往那个不开心的地方去啊 所以你现在只会看到不开心的地方 因为那个东西可以激起你心中的一个涟漪 然后你就被她带着走 其实你根本不是你啊 你根本没有控制你自己能力啊 这个时候你希望马克跟你说一声 我说不出来啊 我觉得你离开那些会让你心情起伏很大的东西吧 然后你已经想要往你觉得善良的地方去 那就是努力去吧 美好的圣诞节有第一次追星的体验 请马克看我的字 能感觉出我是什么样的人吗 在这么通他一篇之后 他不用看你的字 他也可以感受得出来吧 嗯 斗内二十元祝你们圣诞快乐 我是鼻子被猫咪抓伤的小鱼 在边奉上微博的几把科 极度拖延症啊 我从大学到现在啊 迟迟没有写信啊 今天我竟然可以亲手把这封信拿给你们 我做梦也想不到 我一开始听同事说马克要来的时候 我就很激动说 是那个马克星象的马克吗 当同事说 对啊 还有马力哦 我无心工作了 我开心都爆炸了 希望你们来台中玩得开心 活动顺利 也祝你们圣诞节快乐 爱你们哟 原本呢是想要跟你们分享我的耻故事啊 但是我好怕被认出来 所以我之后再寄给你们吧 然后我的软月娇 我的软月娇 她也很喜欢你们 希望马克和马力 可以用倩打性感的声音 很难说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那也要特别感谢耳背王李化老师啊 请我们吃了一顿 爽 耳背王呢 他也有YouTube频道 真的就在教李化 所以如果呢 你的比如说表弟表妹啊 堂弟堂妹啊 或是你的儿子 现在已经到了国中生的话 订阅一下耳背王的李化频道的啊 我看了一下频道以后呢 我就觉得 要是我国中 有耳背王这样的李化老师 可能现在我就不是我了 现在我会不会是马克 佐克伯啊 我可能就走上一条 不是文族的道路了 我告诉你 哦 你那什么意思 你那什么态度 好我们再会失去一个文族的你耶 不要 不要 好假 不要不要 今天十分钟已经到了 但是最后呢 就把这个 没有最后 我们要把新的信 我们要把它回完 圣诞节收到 你们还有 我还有一封 这封呢 就是前我们吃饭的耳背王的来信 感谢 先为这封插队的信 跟典友们说声不好意思 很开心 圣诞节当天 可以邀请教母教主来店内用餐 希望当日餐点让你们喜欢 五米 打这封信的当下 我已经知道自己当天会遇到马克马力 而且一起在吧台用餐 所以我心情非常的期待 希望当天我不会表现得很尴尬 我是觉得一进门的时候 他看到我的眼神 的确有闪过一丝尴尬 因为会觉得 你太高了吗 就他看到这个人的眼神 这个来者怎么眼神 这么的不善 你眼神有不善哦 我那天应该就是已经累到很 很倦怠 对 很恍神 然后也没有什么社交能量 就电池到零%了 没有什么好好的 表情管理没做好了 记得青润点点结束的那一天 我陪阿嬷在医院 当时我拼命的打电话 就是打不进去 但没有想到N年后 可以邀请两位用餐 果然要达成目的 还是需要一些手段的 哈哈哈哈 随便请轮我工商一下 我是一位国中理化老师 拜疫情所赐 我进而经营我的YouTube频道 理化教学 教徒们的亲朋好友 国中生如果需要学习理化 你就在YouTube搜寻 耳背王不专业理化频道 全部的线上教学资源 都是免费的 但讲义还是要钱啦 不然我要怎么再邀请你们 来店内用餐呢 讲义的费用不贵 有兴趣可以到脸书 专专业参考看看 国中一堂课是45分钟 但学生的专注度只有30分钟 所以我都必须在当中穿插 我自身遇到的真实故事 就吸引他们的那个注意力 所以呢我就来分享一个 当兵发生的餐盘事件 我在台南观田兴训 整个营区包括一连 二连 三连跟兵器连 兵器连听起来超屌的耶 兵器连是什么管一些标枪那些的吗 谁用标枪打仗 你现在是怎么在印第安人社 跟印第安人打仗是不是 兵器不就是一些小李飞刀 跟一些把劍 兵器连就是管枪的啦 武器库的啦 子弹 要数子弹 要送出去都要用一个小窗户 就是说我要什么申请子弹 那个是FBI 警察方面可能有 可是军事不是这样子 连跟连之间都是对立的 我就属于兵器连 寝室位在靠近外侧围墙 等于每一次到餐厅用餐 都要绕过好几栋的寝室 有一天中午用完餐之后 跟同梯肩并肩的离开餐厅 餐盘不能直接放入消毒柜 必须要在洗手台 拿着破碎的菜瓜布清洗 清洗后就回到寝室一楼 搅回餐盘 当时负责点收餐盘的 都是没一般的班尾 就是最后一号啦 而我不见班尾 就直觉的把餐盘 直接放入消毒柜 接着就上楼进寝室 上楼途中遇到长官 就被拦截 去出公差 我记得是要什么 协助移动帐篷 公差结束之后 再次走回寝室 路上遇到同班弟兄 就一起回啊一起走啊 一到寝室后 班尾就说了 你怎么没有把餐盘吊回 我就说有啊 我直接丢进去了啊 我没有看到你 没关系 班长已经给你一副新的 我当他心想 北七哦 你自己不负责任 你没有在纲位上收餐盘 还怪我没有缴回 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 到了晚上用餐后 一样在洗手台清洗餐盘 接着回到寝室一楼 缴回餐盘 好烦的一件事情哦 怪了 我又一样没有看到班尾 接着我鸟他在不在 我就带着同班的弟兄 我们一起把餐盘丢入消毒柜 直接上回寝室 一步入寝室 我一整个就像柯南脑袋 线索贯穿了 怎样 你丢到别人连了 不愧是当过排长的人 就是有这种天兵啊 原来我从头到尾都走错连了 所以我出了别连的公猜 餐盘丢到别连 眼眼看 当下离集合时间不到两分钟 我没有时间去把我的餐盘挖出来 但我什么也不管吗 跑回我们的单位 一回到单位 那位刚跟我一起丢餐盘的同班对我说 我们刚跑错动了啦 我把我的餐盘拿回来 惨了 那你就是 你没有帮我拿回我的餐盘咯 这个时候班长坐在一楼前 吆喝着 还有没有缺餐具的啊 此时我一股勇气涌向就上前说 报告班长 我是夭夭洞 中午的时候班尾说没收到我的餐盘 然后班长不给我一副新的餐盘跟碗 对不对 班长就说怎样吗 报告 我知道为什么餐盘会不见了 因为我中午不小心把餐盘丢到隔壁连 哦是哦 报告 我刚刚又丢了一副过去了 你他妈的是在挑战我的耐性吗 就这样 全新训的弟兄 就我一个人用了三组餐盘 课 学生呢 很爱听我讲这些五四三的故事 如果典友们也超万喜欢 那我下次再分享 我在医院追罗女 跟十四位国军弟兄 如何压制一位海军陆战队的病人 追罗女这个我们那天在吃饭的时候已经听过了 但是十四位弟兄一起压制一位海军陆战队的没听过吧 我是耳背王记得订阅上班可以听也顺便订阅耳背王不专业理化频道祝大家身体健康圣诞快乐 我最近迷上看了那个逃兵追气令 所以我现在对那个当兵很有感 你的有感你要不要去报名 不是我有感的是觉得当兵太可怕了 很可怕我怕我撑不过去我真的撑不过去 你看一下啦 你说什么逃兵什么 逃兵追气令 Netflix哦 Netflix上很多新剧耶 超多的 什么大和田跟他三个前夫也上啦 什么短剧开始也上啦 就全上那样子 还有那个李奥纳多 还有什么梅利史退普 说千万别抬头啊 对对对 我看到了那个截图啊 我就在想前几个礼拜 有人对我生气说什么李奥纳多 是他们心目中number one 说什么柯震东当门神门都没有 我真没听过 我就请你去看看 啊算了千万别抬头 你看了你们李奥纳多 你还有脸来跟我讲话吗 我们说的是年轻的李奥纳多 是罗密奥与朱莉耶 那个时候的李奥纳多 我没在跟你讲年轻不年轻 没有在讲哪个时代 我就是看Google找到的那个图 那个图就是那个样子 最近李奥纳多都很爱演这种 就是需要有一些焦躁情绪啊 需要吃一些抗忧郁剂啊 来控制自己啊 镇定金那种角色 有电话来 喂 喂你好 请问是子余哥吗 嗨你好 这里是七号录音室 嗨 想请问一下子余哥你 1月6号下午2点到4点有时间可以排录音班吗 诶好像可以哦 好那我们再跟客户确认后 你再跟我说 再跟你联络 好好好谢谢 好谢谢 好拜拜 新的一年配音班的系统也该慢慢的要演化吧 演化成什么 演化成一个电子预约 嗯 其实应该是啦 对啊 就跟我那天看朋友他还在 就是我们现在都还是用手 很多人还是用手写发票 可能他一个月就开掉一本 然后你看那边铺附写纸 在那个纸跟纸中间 我就坐在那边看他工作 我又觉得这个其实这个手法非常的传统 现在应该都是要进化成 可以开电子发票 就是你去花个200块300块 申请一下工商凭证吧 然后应该是可以 但我就是不想花那200块 哦他是因为他们公司的会计 就是没有要用 好像上面的人他就是不做这件事 他就是不做这件事 对对对对对 所以下面就是我就只能乖乖的开 然后可能有时候状况不好 他连续开错六张 哇 就中间一点他就恍神 他说我真的那天太累了 我不管怎么开就一直开错 我说那你开到第三张的时候 你就应该告诉自己去睡觉吧 这个员工会这么累 他的无能必须要负一些责任啊 你看他的行事力真的很可怕 今天的最后一封啊 亲爱的马克玛丽 幸福来得太突然啦 前天听马克新疆听到你们要来台中 我身为刚入教三年多的教徒 我一定要去朝拜教主教谋 太零食我就来不及准备礼物 就去买了一个法式面包 法式面包 希望你们回台北的路上可以品尝哟 之前有在马克的IG留言 问马克说喜欢什么样口味的 义美法兰酥 年底忙完我再写信 然后就寄马克喜欢 不用寄给我们啦 谢谢你啦 祝新的一年 马克新疆破十万 日日顺心平安 来自于台中的新 相较于法兰酥 最爱的应该还是那个 义美巧克力脆饼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义美小泡芙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星 啊真的不用寄食物给我们 谢谢谢谢 因为实在是 新的一年再次提醒大家 就是谢谢大家的来信 谢谢大家分享你们的故事 都非常感恩 也谢谢大家 每次都留肺炎 然后你帮我们传播出去 每一集可以分享限动 然后告诉大家 这集有什么精华 欢迎大家来听 这是最棒的事情 那些饼干 那些东西都其次 然后大家也不要寄什么 折价券那些给我们 因为我们都很有可能会在 两年后才收到那封信 就是他也是浪费 你就是开开心心的 把它用掉吧 而且目前 就是照这个 慢慢地言的顺序看起来 说不定很有可能 你现在记得 也许是三年后了 但是就在这个礼拜 我从神秘的黑洞 拿出了一些 2020年底的信件 让我们在一年的 一开始的时候 来回一些 两年前年底的信 两年前年底吗 一年前年底的信 一年前年底 不要抓养 不要抓养 跟大家说再见 不要抓养 希望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感谢 感恩赞叹 我真的好养哦 拜拜 噢好养 好养呦